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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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分者 阴阳相伴也 故昼夜君而盘数平 秋分的意思大致有两个 一是秋分日居于秋季九十天之中 平分了秋季 二十此时一天二十四小时昼夜君分 各十二小时 古代秋分三后根据和物后的变化 古人将秋分分为三后 以后雷史收生 古人认为之所以会打雷 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 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 所以不再打雷土 二后折虫披护 在这里披是细土的意思 由于天气变冷 各种小虫开始藏入洞穴中 折服起来 还会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 防止寒气侵入 展开全文三后水始河 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降雨量开始减少 水气蒸八节快 所以湖泊远河流中的水量变少 一些沼泽及水蛮便经常处于干涸之中 秋分三后的变化 提醒人们关注农事活动 汉墨崔石在四民月令中写道 繁重大小麦的白鹿捷克中宝田 秋分中中田 后十日中美田 也就是说 秋分正式收获的大好时节 资料图 王贵社此时南、北方的田江耕作各有不同 华北地区有农演说 白鹿枣、寒鹿池、秋分种卖正当时 指明了播种冬小麦的时间 在江南地区 这会正是播种水稻的时候 吃秋菜、送秋牛徒 不为农时 由于和收获联系在一起 从古至今 人们对秋分显得分外探重 其习俗 除了与节系特定有关外 也与收获和祈求健康有关 在每年的秋分 人们会玩竖蛋游戏 简单有趣 选择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 亲手亲脚的 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 成功者为胜 在某些地方 还 讲究秋分吃秋菜 秋菜是一种野餡菜 采回来一般与鱼片滚汤 叫做秋汤 一年自秋 人们借此祈求家宅安宁 平安顺遂 当然 秋分到来后 早年间 一些地方会有送秋牛徒的人 把二开红纸或黄纸 印上全年农历节气 以及印上农夫更甜图样 宋徒者会说些秋争和吉祥不为浓食的话 一直到主人乐得给钱为止 俗称说秋